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力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马航消失的时间已经达到第七天了 现在这架飞机究竟在哪呢 所有人都不知道 但是从那纤罗湾搜啊搜 搜到现在 美国军方下达了一个指令了 这个指令就是什么呢 搜索范围要扩大 而且要扩大到印度洋 我们在这一节里面就要来深度剖析 美国在这次飞机航班失踪之下 他背地里在搞的什么鬼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刚好 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你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你刚好 大家好 资本家文化社长刘灿荣 你刚好 大家好 环球科技大学教授欧崇敬 大家晚安 现在这时候你会发现到 搜索范围不只在那纤罗湾 不只在那马六甲海峡 甚至已经到达了印度洋了 为什么美国要把这搜索范围 变得这么大呢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 情报资讯的来源 飞机消失之后 四个小时 这架飞机还在那天上飞啊飞 马航消失第七天 过程是扑朔迷离 可是你知道 它所引发的国际形势 现在也是非常的诡谴 你知道吗 这是马来西亚的海域嘛 对不对 观众朋友很熟悉嘛 你知道大家有多恐怖吗 12个国家 41艘的军舰 39艘的战机 全部都在这儿啊 可是你想想看 纤罗湾就这么小小一点点 这么多国家的船在这边 找不到它 你只看到海面上 空中上 我再告诉你 外泰沟 还有100多颗卫星在 啪啪啪啪在照着这儿呢 这么多卫星喔 好 我跟各位讲 这样的规模 你知道已经可以媲美什么了吗 媲美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了 好 立冈 你曾几何时看过 这个东南亚海域 说军舰比渔船多 战机比客机多 这卫星还比星星多呢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所以现在连美国第七舰队的 那个发言人都讲 说这里要挤爆啦 我们那边简直要开战了一样嘛 你看连飞机啊 军舰全部都在那些罗湾啦 所以你可以说这一次呢 美国它的确是参与搜救 但是我怎么看起来 似乎也透露着 这很像你美国的南海大阅兵呢 好 观众朋友 你不信 我让你看这篇报道 来 路透社 我引用路透社的报道 那路透社引用谁 我先来念一下 他说new search area may be open 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新的搜救的领域 要扩大到印度洋 谁说的 观众朋友 路透引用的是白宫啊 观众朋友 等一下 白宫说这个搜索范围 白宫的发言人出来讲 那段访问我清清楚楚看完全部 他讲要搜到印度洋 太悬疑了 怎么飞机搜啊搜 线罗湾到印度洋 好几百公里 你那个直径拉起来 可是上千公里 那为什么 美国白宫会出来讲话呢 除了透露一些不寻常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飞机上 它有一个不寻常的东西 华尔街日报 太杂志 这边有写一个4H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一架MH370的飞机 它在这儿失联 1.2分失联之后 其实它还又飞了四个多小时 而且是往这个方向飞去 就是我们讲的 越过的马六甲海峡 安达曼海 一直往哪 印度洋 你要知道 4000公里可以飞到哪里 观众朋友 4000公里可以飞到 飞到这儿啊 巴基斯坦啊 哎呦 飞这么远哦 好 也正因为 这两大媒体说了这些东西 大家就好奇 消息来源又是哪里 好 美国的国防部 扯到军事了 还有什么 五角大厦就讲 原来 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架飞机 原来他们说 波音777-212的飞机上面 所配备的老师来士引擎 里面呢 它会发出一种讯号 这个讯号是靠卫星接收的 由波音公司来接收 那也就代表说 即使你飞机被不知名的原因 控制了 硬达机关掉了 通讯设备关掉了 空中海面的地面雷达都找不到你 没关系 卫星 可以get you啊 你也知道 不管是什么 马来西亚一定会出来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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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最不会否认 好 他否认 就花街日报 就讲 好 那我更正 不是引擎 是什么呢 叫做故障排除系统 它每一个小时 就会发出一次的讯号 那因为他们波音这边 已经接收到了 五到六次的讯号了 那就是五到六小时 那你扣掉它原先 已经飞了快一个小时才失联 是不是等于它又飞了四小时 观众朋友 四小时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好 这个逻辑就很像什么 来 就好像说 这个飞机呢 它在冥冥之中 还在发出一个讯号 只是呢 有心人士 故意要让飞机失联的人 不知道而已 好像我们的手机一样 我们的手机即使你关机了 你关机了 但是它还是 划出微弱的讯号 但是没有别的原因吗 就这么单纯吗 我告诉各位 你晓得美国 现在出去发言 划多大 没多大啦 就这么大啦 把北京都划进去了啦 来 各位请看 东海 南海 马六甲 安达曼 印度洋 巴基斯坦 等一下 整个亚太地区全部都还在 请看一个最关键的 这叫什么啊 北京 难怪中国大陆很紧张 难怪中国大陆 它也要用了十颗卫星 九艘军舰一堆战机 还公布卫星照片 它是要告诉你老美一件事 你想要搞亚太战略平衡是吧 你想要打着这个 搜救马航的名义 然后爱来搜什么就搜什么 爱找谁来陪你收 就找谁来陪你收 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大陆 有试破你的轨迹 I'm watching you 所以它赶快公布卫星照片 它就是不要让美国的 一谋得成 美国现在在做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轨迹呢 我们看到它把 搜索范围拉得这么大 大到居然连印度洋 连北京都涵盖在内了 美其名叫做找飞机 但实际上 可能是在搞着南海大阅兵 但我们注意阅兵当然有船舰 美国现在派了一艘巡洋舰 进入到了印度洋之后呢 发现仙罗湾这里有空缺了 马上通知中华民国海军 今天我们的海军 康定级的陈德舰 今天又出航了 目标还是前往南海 美国派着我们的军舰 要去填补那个空缺 但是呢 美国现在下的棋 又是怎么样的玩法 我在星期二 我就讲过一个理论 各位去看P3的部署 P3的部署是部署在哪里 一个是泰南 一个对不起 在马西西马一带 西马的邦瑞机场 好 我在礼拜二我就讲 因为我就看这 还有一个当然是在曼谷 它这三架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有没有部署在东马 它可不可以说 直接部署在柬埔寨 或者是泰国 都没有 它把P3 最重要的P3 放在了哪边 放在了西马 而不是东马 东马这个周边 至少有四到五个机场 都是可以停P3 但它为什么把P3 给放在西马呢 它为什么它要放在这边 就是美国认为 我得到的讯息 都比你们来得快 所以当美国 它公布了黑肩带的 卫星图档以后 为什么中国大陆 它马上要公布高分一号 道理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他们只想证实 在这个下面 还有一条不明水道 是不是跟马航失事那有关 大家不知道 所以各位 记得号是第一个进入南海 然后进行搜索 就在这一带的不断的搜索 可是P3 为什么要从西马飞到这边 为什么不从东马飞 或者为什么不从泰南飞 或者是漫古飞 美军的飞机 在马来西亚的机场 都可以降落 对 明明都可以降落 为什么要摆得起 泰国的也可以 但是他为什么放在西马 所以当记得号 他收到了美国国防部通知 说你转头到马六甲的时候 我想记得号在进驻的第一天 他就知道西边至少他也要收 因为美国只公布了一个卫星 中国大陆也公布了一个 中国大陆是十个卫星 他只公布一组卫星的照片三张 美国在这个上面 也至少是十组卫星 光点卫星DSP 导弹预警卫星 但是他只公布一张照片 这个就美中较劲 那现在美国认为说 好 这个地方我查得差不多了 我要到马六甲来 刚刚好P3两架配合他 另外一架是在这边 最可疑的动作 各位 美国这一次没有动用军事卫星了 他用民用卫星不断地在收这个地方 各位看一下 民用卫星不断地在收这个地方 他主要想收什么 收什么 中国大陆你在这个地方 执行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中国大陆 但是你现在这么样的想法 这样的理论听起来就觉得 这好像是兵棋推远当中红军跟蓝军的对抗 除了对抗以外 美国老早他就告诉中国大陆 你就在这个地方 你虽然你能找得到我 我的活动范围比你强 我就调到西方来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P3放在西马的时候 我就觉得怀疑 这个违背了用兵的原理 还有一个台湾也违背了用兵的原理 怎么说呢 难不成我们的陈德舰也是被美国给派过去了吗 当基德号走了以后 对不对 他进入马六甲以后 我们本来是成功舰 11 1110的成功舰 田丹号 还有一架西腰山洞 还有巡护船 两艘海巡署的巡护船 总共三艘在这边作业 我们的作业是 季德号在这里 我们是在这里 好 现在季德号他移到了西马以后 他希望我们的田丹号过来 那这里的搜索空域呢 对不起 请马英九 你再派一艘陈德舰 各位知道 这样子不就变成他季德号离开之后 我们变成有个空缺 所以派一艘军舰来堵在这边 那摆明就是兵棋推演了嘛 对 这个就是兵棋推演 各位晓不晓得 各位知道 陈德舰 陈德舰他有什么 他有水下汽额 他水下汽额可以打到水下去 搜寻水下目标 搜寻水下目标 然后田丹舰 他有主动声纳系统 可以搜潜舰 然后又是两架 西腰山洞 本来一架过来 一架备战 现在两架同时都到这边来 现在美国的卫星已经转到什么 印度洋 然后派两枚的卫星来监看这个地区 而中国大陆的卫星能难是在这里 你就将照不到美国搜索的方向跟方略 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的阴谋是什么 只有一个 我告诉你 印度洋跟马六甲 没有我美国的话 你中国大陆正然拿到了鲜罗湾 你还是出不了鲜罗湾 为什么 我把你看得死死的 那中国大陆他也告诉了美国 我正然我打不到你 可是我能找到你航母 我找到你航母 你就下一步你就知道怎么样 所以我们不要看现在是在搜救马航 其实借用马航的搜救行为 大家都在练兵 而美国的练兵是结合了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这些盟邦在这边练兵 而中国大陆孤孤单单的 所以当中国大陆的绵羊舰 你看他周遭的所有的船舰 各位晓不晓得 周遭所有船舰 都是跟中国大陆不合的船舰 像台湾 像美国 像泰国 像马来西亚 所以美国就趁这次搜救 我把我所有的盟邦拿来练兵一下 让你中国大陆孤立无援 这就是美国打的算盘 美国现在借着在搜寻MH370飞机 结果实际上在进行的是南海大阅兵 而这场阅兵的假想敌是谁呢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啦 现在中国大陆虽然拍了九艘船舰在那仙罗湾 但是中国大陆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背后受敌四面楚歌 因为他已经完全被美国给包夹住了 而在整个仙罗湾 印度洋包含了马六甲海峡 所有的船只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 你可曾想过以前的仙罗湾还是我们中华民国管辖的范围呢 你刚才我们又讲到大陆有一个高解析度的高分一号卫星吗 对 标准的间谍卫星对不对 好 这个东西号称可以看到地面上脚踏车那么大 那么小的东西 跌立台夹车都看得到 对 好 可是大陆 那解析度非常高啊 很好了对不对 很进步对不对 对啊 大陆只有一架啊 你知道美国有多少架吗 多少架 美国制造的九架九部间谍卫星在太空上 而且去年发射了更可怕的叫做蝶王卫星 为什么你知道 NRO L39 你来看 看起来很普通的卫星对不对 你来看它的logo 好大一只章鱼啊 把全地球都 章鱼咬地球 章鱼吞地球 地球上任何东西你都不要逃过我的法眼 多厉害 你看这么大一枚卫星 你看下面这个运输车的轮子剩这么一点点 这么小的轮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可以伸出它的薄膜镜头 最大可以伸展到20公尺直径 20公尺直径的薄膜镜头 它可以拍下地球 三万五千公里高空拍下来的东西 你就晓得了 Nothing is beyond our reach 就是说我们要找你的话 你绝对是逃不掉 我可以把这个球滚一遍翻过来 百分之四十看一遍 再翻过来又看百分之四十 我滚三遍 我就看完了 你看它有多厉害这颗卫星 所以什么东西都跑不出我的法眼之中 好立刚 我跟你讲 你看它这么厉害 对不对 昨天说到高分一号 可以看到这脚踏车 它可以看到一个军人 手上拿着一张纸 纸上写的字 所以说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还要神奇 还要进步 立刚你说这已经太可怕了 你说人在维系在外太空 对 我手上拿了个纸 没错 我在看什么东西 对 它在上面看着我在看什么东西 我跟你讲 什么 这么厉害 一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说 全民公敌你那个是科幻 不再是科幻了 那你一定说你看像我们的字这么小 这么一点点的字 这么一点点的字在上面居然 注意我们是方块字 人家是英文比你的字还小 蛤 这样子哦 所以NRO L39真正的蝶王卫星 好 老实讲立刚 它今天有什么作用 你会想到说 跟这次搜救 为什么没有画上等号呢 对不对 很简单 我可以跟你讲 你说今天大陆的高分一号出来了 对不对 那高分一号弄了半天 不是有讲说 在那个原来MH370的那个航线上面 大陆不是公布了几张照片吗 说疑似是他的残骸对不对 美国一开始的时候 根本点点都没说话 他都没有讲话 等到大陆一讲那个东西的时候 美国就吐槽他了 打他一枪说 乱讲 那些东西根本不是MH370的 美国马上吐槽他 美国吐槽了 那好啊 你有这种NRO L39 你有蝶王卫星在你讲啊 美国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吗 你没有看到任何爆炸 没有任何残骸吗 你比他的先进 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 立刚我可以告诉你 大陆率先发布 被美国吐槽 美国这样是有道理 有逻辑的 怎么说 为什么 孙子兵法说的 你知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知道美国为什么 点点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看你高分一号的能耐到哪里 为什么 东风21D 航母杀手 中程带到飞弹 是不是专门对付 美国航界战斗群的 对 没错 我告诉你 就需要高分一号 来干嘛 来确定美国航空母舰的战斗群位置 你要花多少时间找到我的战斗群 对准我的目标 对准我的中心 你要花多少时间 我现在就要测试你 所以你今天能够花多少时间 找到MH370的残骸 或者是疑似它的残骸 你花的时间 都在我的电脑计算里面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高分一号它什么时候解读出来 这也代表着说 未来在战争上面 高分一号对于美国航母 有多大的作用了 有多大的作用 他们才知道怎么样回避 这些数据 我跟你讲 是每秒 每分都在更新的 所以等于现在这场搜救行动 根本就是一场太空的科技战争 那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立刚 你现在终于了解说 原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好 讲到这边的话 我们大家来讲一下 为什么大家 其他国家也都不讲了 可以告诉你 大家都各怀鬼胎 其实很多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在内 都没有讲 就像姚浩哥讲的 都在练兵 好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讲到复国岛 为什么要讲复国岛 复国岛是本来我们预计说 它可能会坠毁 或者说失联的那个方向 对不对 对啊 不是说在复国岛 附近的海域 复国岛你要晓得 以前在二次大战后 曾经是谁的 谁的 根本是中华民国派军 驻守在那边 蒋介石派军 驻守在那边 怎么可能 以前不是这个又越南的吧 越南 我告诉你 194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电编辅制役还没发生 五元甲 北越战神 五元甲 还没有打败法军的时候 我们从广西撤退的国军 就是先到复国岛去 叫做复台部队 复有的复台湾的台 复台部队 而且我跟你讲 分批撤回台湾之后 还留了三万五千精锐部队 留了这么多 在复国岛 三万多人 不让他回来 三万多人留在复国岛 你知道为什么吗 蒋介石的那个反攻计划 到最后要由复国岛 黄杰 麾下这支部队 给两面夹击打回去 所以复国岛的部队 很久一直过了三年半 才撤回来 好 所以说你说这个复国岛 当初还是我们台湾的 不止这样 当时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海上 连什么波兰船 我们都拦下来 整桶 整艘船的油 都被我们拦下来 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国 就是航海王 就是那海盗一般 没错 复台部队就配合 先收西沙群岛 再收中沙群岛 还有什么 东沙 还有澎湖 一一把它给收回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在那个时候 我们包含了 从仙罗湾 一直到达了南海 这个区块 到台湾南方 这个区块 全部都是我们搜刮的范围 你就晓得当年 这实在是蒋介石 麾下部队的势力范围 他那时候跟海贼王 没什么两岸 多威风啊 如今 却是让美国 在这边猖狂 对啊 你看这条虚线 就是我们当时 所画的一条海域 如果我们能够 保持到现在的话 哪有这些国家 参与的份呢 不够此一时也比一时也 还是希望要赶快找到 MH370的位置 370究竟在哪 现在无声无息 完全不知其踪影 但是呢 有些人说 上飞机啊 要看你的命好不好 你命好可以躲过一些劫难 你当天的命不好 你可能就跟着飞机而陨落了 但有一个人 他躲过了华航最大的空难 就是明谷乌空难 但这名空姐 虽然躲过了明谷乌空难 却逃不了大原空难衰机的命运 明谷乌空难实在是太出名了 1994年4月26号 264人陨难 这个264人陨难 其实呢 当时有七个人存活下来了 而且这一次的空难 造成当时日本很大的震撼 什么大的震撼 首先他的理赔 是史上最高 15亿元新台币 华赔的这么多 没错 而且打破世界纪录 这世界纪录打破了 大家并不高兴 而且造成当时的驻日代表 差点因此而下台 原本从桃园飞向明谷 这两个东东头里面 风平浪静 飞得也非常好 应该可以顺利到达 到要下降之前 机场说快到达了 也应没有事情 可是呢 就要快要下降了 你听到引擎传出怪声音 扶机场在操作过程里面 误触了一个扭 这个扭造成说要重飞 也就是一边要下降 一边却要重飞 等一下 要重飞不是要提升它的拉力了吗 没错 所以就觉得这个飞机很怪异 那也就是说 自动驾驶状况 跟人为控制副枪的底冲冲突 还不止如此 来 我重新直接用人工来驾驶 于是他就想要把机头 给重新拉过来 结果这下更糟 也就是犯了第二个严重的错误 使得整个飞机呢 就产生了失速现象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画面 就看起来呢 像是飞机忽然就 啪一下 摔到地上了 这一连枪的动作 就产生了三次的爆炸的巨响 你看飞机的鼻轮 机轮在这个地方 整架飞机翻覆过来 而且爆炸起火了 所以以后弹到草皮上 对不对 好 你看机翼都断掉了 是 这是鼻轮 你看整个断成这样子 于是本来271个人 就有264个人罹难 只有7个人能够生还 当时的那个场面 非常的惊悚 非常惊骇 好了 上面呢 有一个重要的故事是这样 有一个华航的小姐 原本该搭上这艘飞机 那个我们把她化名为小娟 可是她在从豪原 这个飞上迷雾之前呢 有一个人跟她换了班次 结果呢 换班次那位小姐 也在这个264人的名单之中 罹难了 好 那这小姐说 她这个大人不死 应该必有后福 你的意思说 那小娟她逃过死神了 她逃过一劫了 她本来想说 她应该必有后福 可是到了1998年 还记得大原空难吧 对 小娟又在那个班机上 等一下 你说小娟 那个空服员 她在大原的班机上面 你还记得电影 她在那架飞机上面 跟着一起坠毁了 对 有一部电影片 叫做绝命终结战绩的吗 也就是说 当死神追逐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很难逃过死神的追逐的 就算你逃过 她还是继续追逐了你 这次就像是那样的一个片子 好 小娟就在上面 好 这是飞机呢 所以又罹难了 于是小娟呢 这次真的在名单上 可是奇异的事情在这里 有另外一个转折发生 住在大原附近的 有一位 有灵异体质的小姐 我们顾望 把她叫做A小姐 这位A小姐 居然梦到小娟来跟她说话 小娟跟她说什么呢 说她好冷好冷 她没有衣服穿 她就觉得说 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她跟她说 她就是大原空难里面的服务人员 请她去告诉她的家人 她没衣服穿 非常非常的冷 她就请她的朋友说 可不可以去查查看 大原空难所罹难的人里面 有没有这个名字 当时她把小娟的原名 告诉她的同事 名单很容易就掉出来了 一掉出来以后 真的有这样的名字 三个字 一模一样 她就非常警觉说 那就有可能是真的了 于是她就按照航空公司的相关资料 打电话给小娟的家属 说小娟告诉她说 他们没有给她 足够的衣服穿 请她烧过去给她 当时大原空难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非常多的家属 因为当时处理不及 有很多没有找到的 或者是该超度没有超度的 所以当时听说乱成一团 还有一些人说 这个有灵异体制 看到有些空洞小姐 虽然已经罹难了 还在现场 试着要帮助大家 这个是一个非常慌乱的局面 于是她的家属真的如法了 收给小娟 好 死后这位A小姐 真的就再也没过 梦到这样的梦境了 A小姐她遇到了这样的梦境 但小娟真的很可怜 躲过了名古屋 却逃不掉大原空难 不过在乌拉圭 有一场空难 这场空难是飞机坠到了 安地斯山脉里面 你如果要躲过死神 你得怎么活下去呢 吃人肉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